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其實從比賽開打前我就重感冒 然後醫生說是病毒的感染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比賽開打之前 我有一個星期沒有練球 然後很開心就是 其實一開始第一輪也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沒有辦法 然後很開心我們一路連贏了三場 然後現在到了四場 我覺得我們的狀況 我的身體慢慢恢復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狀況也越來越好 他感冒藥水有效果嗎 所以大家都知道 感冒藥水有效果啊 因為我覺得 他喝下去就比較不會咳 不然的話他晚上睡覺的時候其實就是 對就一躺平的時候會咳得很嚴重 然後半夜也會咳到吵到他 所以他就是 所以我當然要頂著我 把他喝下去 第二盤其實我們也是4比2領先 先拿到一個破發 那我覺得對方可能就是 他們就是豁出去打了 因為他們就是輸了第一盤 然後第二盤也落後 那我覺得他們打得更主動 然後改變了一些 跟第一盤不一樣的打法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到 就是4比4、4比5的時候 我們已經適應他們 就是改變的打法 可惜就是在 關鍵分沒有 差點運氣我覺得 但是第三盤我覺得我們還是就是 可能我們打比較多雙打 然後我們也比較有默契 然後就是展現出我們的 戰略也好 對戰術跟一些 打法是比較積極的主動 給對方壓力 對給對方的壓力 我覺得其實第三盤他們失誤也 就是比第二盤後面還要多 主要是我覺得我們給了很多的壓力 對方壓力